我的世界中国版已经出来好几年了 所以说里面也诞生了很多的免费模组 但你还记得你在中国版玩的第一款免费模组是谁吗 刚上线的中国版里面的模组是非常少的 可玩性也非常的低 即使是这样 在之前的话依然能更玩得很开心 你说一下人的话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反普归珍 盘点王毅最早的五款免费模组 看看能不能找到之前咱们留下的足迹 来规矩 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长按点赞 这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什么目标1500就不多说了吧 大家随缘点赞就好 僵尸直接就给成了一个大红包 玩法有点类似于幸运方块 我们点击到红包之后呢 可以获得各式各样的道具 这些红包他们的性格也不一样 有的红包的话会到处乱挑乱钻 但是呢有的红包就感觉比较傻了 会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抢它 开红包也有精力开出金元宝和我们的一个银元宝 这两个道具呢可以用来驯服我们的红包 驯服之后呢我们的红包就可以盛起它了 说起红包小人的话有个小疑问 就是兄弟们 你们过年前的红包有多少呀 压岁钱多的小伙伴呢也不要乱用 尽量是交给自己的父母 小染是成年人了 所以说就没有压岁钱这一说了 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对了在模组当中呢 我们用红包点击红包 就可以让它变大变成大红包 变成大红包 我们再用金元宝进行驯服 就可以移动它的方向了 排名第四呢就是这款恶魔苦尼帕模组 这款模组将我们的爬行者 也就是苦尼帕给增强了 拥有全新的外观和全新的技能 大家看这两只脚是不是非常的眼熟 有点像奥特之父的脚啊 有没有兄弟们 现在苦尼帕的攻击方式呢 它不是进行一个自爆 而是产生一个爆炸 靠近它过一段时间 就会产生一个爆炸 伤害虽然说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的话会帮我们炸飞 掉落伤害非常的高 在主世界击败它们的话 没有什么额外的效果 但是如果在地狱里面击败它们的话 会产生一个自爆 这的伤害也是非常的高 比普通的苦尼帕还要厉害 周围也会伴随着熊熊烈火 非常有地狱的氛围 排名第三的就是咱们的更多动物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呢 并不是新增生物 而是修改原版当中的生物 就比如说这个味道是 就被修改成了熊猫 在之前的版本当中呢 是没有熊猫这个生物的 和原版当中的熊猫呢 也是有一定差距的 喜欢原版的小版呢 扣一 喜欢模组的小版呢 扣二的话 还是更加喜欢这个原版的熊猫哈 看起来的话更加的圆润 第二个被修改的生物呢 就是咱们的牛 被修改成了大象 可以说是非常的还原 我们的大象了哈 看起来非常的呆猫 另外呢 羊猫也被修改成了长颈鹿 非常的可惜啊 是原版修改 如果是新增生物的话 这个模组肯定会爆火 建模方面也非常贴切 咱们的MC 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 就是这个北极熊 修改成了狮子 感觉就有点奇怪呀 好 排名第二的 就是咱们这个火车模组了 好 叫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的模组 评分都好低啊 就是一个情怀 大家的话也别去给差评了 这个火车模组呢 里面的话 把小机修改成了火车 说实话兄弟们 这个建模可以说是非常棒了 在之前的模组当中 同时呢 火车的音效也很好地还原了出来 模组里面的火车呢 和矿车一样 都是需要在铁轨上面才可以行驶的 坐上去手持煤炭 咱们就可以把火车给开动起来了 就是感觉这个视角有点奇怪呀 开起来呢 也是横行霸道的 非常的搞笑 今天的第一名来了哈 最早的免费模组 就是咱们的急速自行车了 同样是把原版当中的蜘蛛 不修改成了咱们的摩托车 胡萝卜吊杆被修改成了钥匙 咱们只要坐上去 拿上胡萝卜吊杆 就可以控制它的方向 总的来说吧 这些模组呢 虽然说比较的简单 但是的话 依然是我们的一份情怀 在之前的话 依然能够玩得很开心 这些模组全部都玩过的小伙伴呢 可以在大部分 可可一 老玩家们 你们别躲了 好吧 当初的MC非常的朴素 没有这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也不需要充值 哎 说起这个又想起了之前的多玩时代呀 好吧 废话不多说吧 咱们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喜欢下期视频呢 一定要关注点赞 评论分享 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